为了解住这洛杉矶低收入户解决居高不下的住房问题 洛杉矶市市长贾西提最近也特别联手了 洛市房屋管理局宣布第八类房屋补助计划 正式开放民众报名登记网络等候名单 贾西提表示整个洛杉矶市拥有超过43万户都是低收入户 他们都因为房租暴涨而感到焦虑 因此推动第八类房屋补助计划 将可帮助5万6千人解决住的问题 也是洛杉矶市史上规模最大的可负担房屋计划之一 想报名的低收入户可从10月16日早上6点起开始上网报名 活动到10月29日下午5点止 不接受传真或邮寄 东文新闻李宗奥 叶红士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